HELLO 大家好,我是愛麗絲。 來到4月份最後一個星期五, 亦是五一黃金周開始前的一天。 今年內地五一黃金周是由4月29日至5月3日。 現在平日入境的旅客都有一定數量, 除了旅行團,亦有自由行。 有看我片的觀眾相信對這條街都不陌生, 愛麗絲間中都會和大家走一次。 不過今次有少少不同, 並不是直接走去大三巴。 大家可以跟著我的鏡頭, 看看路線是怎樣走。 次臨為這檔雞翼包曾經和大家來過。 是一間比較簡單的食店, 是用了雞翼包來做招牌。 之前來吃東西都沒有很正式的桌椅, 都是用一些小椅, 或者一些膠箱來做桌子。 店鋪在右邊, 左邊就是別人的家。 幾乎好了很多, 還有正式的桌椅, 有大多的太陽傘, 賣邊的桌子是稻草的, 看起來也挺有趣的。 次臨圍是聖安多利塘區剩下最大的一條圍村, 橫跨高原街,分成南北兩段。 現在這裡屬於北面的一段, 周圍都被低矮的圍牆包圍著。 錦村裡有幾條巷和土地廟, 也有古井、古書和古城牆。 其中古井是村民以前用來擔水的歷史見證。 這個井的直徑有12呎,據說是全澳門最大的水井。 我們走了一小段路, 過去對面的另一段次臨圍, 剛才也說過分了南北兩段。 簡單地知道北面, 現在再看南面。 這部份在舊城牆的遺址和高原街之間。 而這裡與聖方濟國邪行的交界處是拿渣廟, 也屬於澳門世界遺產歷史城區的一部份。 在澳門拿渣廟有兩個, 一個在這裡, 另一個在拿渣廟邪行。 在建這個拿渣廟之前, 澳門就有瘟疫, 死了很多人。 當時這裡的居民就說沒有神廟去鎮壓驅邪, 就走去此山那邊與那邊的居民談。 就想說請此山那邊的拿渣神廟大三巴起廟供奉, 誰知遭到反對, 於是就自己建廟了。 最初建這座廟是在1888年, 到了光水的27年就改建了。 政府也曾經維修過一間廟, 換了一些壞著的部分結構和游過的牆身。 大家還記不記得上次下雨走這條斜路嗎? 這次就不走, 改行大三巴右街, 即是大三巴旁邊那條斜路。 不見過的女人。 有點強烈。 我見過了一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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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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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